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 下载其中 hello大家好 我是Emilia 我是Spoon 今集我们说的话题 可能捉到很多男士的通处 对啦 通处 那究竟是甚麼痛處呢? 就是羊位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有很多followers 在我向他們提問的時候 問我關於羊位的事情 其實我自己就應該沒有羊 所以我就說 我知道羊位其實是 科學家系的定義是怎樣 或者中醫是怎樣看 或者怎樣醫治他 我自己覺得的羊位 可能是沒有辦法勃起 那就是叫羊位 是不是Mis Poon呢? 我是經常收到很多羊位展示 不 他們已經是 他們覺得自己勃起了 但其實 但其實他們是 完全是一個小便的狀態 那就發給你 是啊 我也有時候會收到 是啊 其實羊位是甚麼呢?阿青 其實羊位是在說兩個要素 一個是硬度 另一個是時間 我們了解一般來說 其實其他一些 比如說射精的問題 或者性高潮 或者性慾的問題 那些是不屬於羊位的 很多男生很注意自己 比如說 他可能16歲 和他46歲的時候 他的硬度 能夠維持的時間 已經很不同了 所以一般來說 在現實裏面 40至70歲的男士 很多都有這個羊位的問題 真的嗎? 是的 我們男生通常會 硬度 有時候你想硬都硬不起 可能你16歲的時候 好像一條青瓜那樣硬的 但你到46歲 就會去到好像香蕉 香蕉 其實如果不太熟都可以 嗯 熟的 熟的 爛爛的 爛爛 爛爛 好像變黑變爛 其實怎樣是為之不夠硬度 或者不夠持久度 就是有沒有一個標準 一個時間 一分鐘 計還是怎樣計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就沒有這個規律 就是沒有說 你一定要硬到好像青瓜 這樣才合格 就沒有 那反而就是 你能不能夠完成整個性的過程 如果30秒完成了 你開始要倒 30秒完成了 是啊 如果30秒完成了 其實都是一樣的 如果時間 對 如果它軟到擺 都要讓進去的話 讓進去 要讓進去的話 這樣就不合格了 哦 那如果時間呢 沒有的 時間呢 一般來說 我們性愛的時間 就不像某些動作影片 可以維持到半個鐘 一個鐘 所以那些是不正常的 那些是不正常的 那些是不正常的 如果太長會不會是有問題的 男女相當都會覺得 累和有些難受 所以一般來說 我擦得太多的線了 太厲害了 大家就會那個感覺 開始減退 是啊 所以一般來說 可能性交的時間 可能是8至10分鐘 已經算是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我們就說了那些 楊偉的少許特質 但是其實 為什麼會出現楊偉的呢 是不是 我經常有一些M屬性的男士 例如inbox說她是性能力不足 然後想我虐待她 其實是否有些生理問題 你是有些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可能是生理問題多些 可能會有些病 或者年齡那些 因為通常老了就會開始不舉 跳起不足 是啊 其實